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好,我叫Jome 標靶主要分為三個計分區域 包括一倍分數區Singles 兩倍分數區Doubles 和三倍分數區Triples 例如你訂到Singles20的話 所得的分數是20分 訂到Doubles20即是40分 Triples20即是60分 至於紅心Boo方面 就似有氣而定 一般都是分SinglesBoo和DoublesBoo SinglesBoo的話 整個Boo都會計算為50分 但如果玩DoublesBoo的話 就會分為SingBoo25分 和InBoo50分 首先將飛鏢放到食指中取得平衡 然後用拇指夾著 再用中指放到前方作為平衡 和幫助微調 但設計不要用力夾著飛鏢 如果用右手扔掉的話 就由腳較前左腳較後 站定個人要挺直 要鎖住肩膀 然後看到手肘是正正向前 手臂是平擺 和身體成90度直角 然後前臂向前擺動 記得扔鏢的時候 盡量保持身體不動 設計左搖右擺 愈少動動愈好 器材方面 當然最重要是飛鏢 首先 一支飛鏢是由 錶頭、錶身、錶桿和錶Flight 四部份組成 軟式飛鏢的錶頭 是用塑膠製造的 錶身一般會分為直身、子彈和酒桶三大類 而錶桿和錶Flight 都有不同長度和形狀給大家選擇 衣著方面 我們會穿著有領上衣、長褲和蜜頭鞋 另外還會有錶袋、毛巾和手袖 釘飛鏢除了講求技術之外 集中力和穿住力都很重要 釘飛鏢的時候 應該心無旁無 以及控制個人情緒 要用一個平靜的心 而飛鏢運動也包含算術元素 對心算都很有要求 往往是影響勝負的重要一環 運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 都可以訓練到我們有冷靜又靈活的頭腦 記得好好練習 享受飛鏢的來趣 明日之星可能是你 我下次見 如果下次見